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父亲主动成心 说自己冤枉女儿了 说自己喝醉酒乱说的 说自己被媒体利用了 他女儿不是最棒的 三 毛小彤坚决沉默 不做一个字的回应 世界慢慢冷了 最终不了了之 四 如果毛小彤被律师忽悠 走法律程序 则毛小彤是 大亏 家事 必须坚决远离爱炒作的狗屁律师 宋祖德称 如果在别的领域 这种不肖的负面新闻 对当事人杀伤力巨大 唯独娱乐圈 几乎没有影响 娱乐圈的戏子是靠脑残粉吃饭的 脑残粉一旦崇拜一位明星 无论明星发生多么丢脸的事 他们以无比坚强的脑残力量护着明星 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没有道德底线 不过 宋祖德又称 如果毛小彤处理不好父亲这件事 也有可能被封杀 对此 你怎么看